哈喽大家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卡迪亚蓝气球手表钢带和皮表链的互换 上一期呢主要就给大家分享的是蝴蝶扣该如何的安装 那有很多人说没有看清楚这个手表链是如何装到手表上去的 那这一期我们就来做一个细节的视频 钢链如果要放到手表上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工具的 那这个工具呢我是在eBay或者是亚马逊上都有卖的 大家就可以直接搜Watch 2就可以买得到 因为我经常自己换所以我就在上面买了一个 大家要注意就是买这种比较小一点点这样的话比较好操作 首先在开纸之前给大家讲一下原理 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小针 那这个针呢是连接钢表链和手表的 我们就是用这个工具上的小凹槽去卡住这个纸针上面的这个小弹簧钮 大家再多仔细看两遍 就是正面反面它都是有这样的弹簧钮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塞进去 然后并且你塞进去之后它就弹起来了 这样的话就连接好了 就是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操作的这一个过程 那下面我们来实操一下 同样的道理就是拿工具里面的小凹槽去找它里面的那个小弹簧 这就为什么我让你们买这个小号的你找到了它的小弹簧之后往下压并且往外推 这样的话就出来了 然后呢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再做一下反面 那反面的话依旧是一样把这小凹槽顶进去之后找到那个小弹簧 找到弹簧之后呢往下压 边压边往外推 这种情况就是它已经弹出来了 你只需要用一点巧劲把它拔出来就可以 下面呢就是把这个针放到你的皮表带两端 这样的话呢让它保持一个平衡 每边都露出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确定好这个表扣的方向 如果不确定再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现在就是把这根针呢重新的插回这个手表里面 那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两边呢 它都有两个小洞 那这两个小洞呢其实就是连接这个pin的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小针的一边呢放到这个小洞里面 然后用你的手顶住后面 这样的话上面的这个小头 你就用这个小针把它按进去并且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拉一拉确保它插进去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再做一遍反面 同样的道理哦 把小指针 首先你要确定它是平行的 然后呢把小指针放到一边的这个小洞里面 然后把中间的那块皮子塞进去 然后留一点点它的这个头在外面 然后我们就往下压 往里推 就搞定啦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自己在换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这个针呢 有把这个表带和手表连接好 不然的话你可能带带的它就突然的飞掉了 OK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够清晰明了 别忘了点赞收藏哦 拜拜